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夸张地说 缺水时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受影响 且影响程度随着缺水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大 二 充足的水 能维持人体各方面的稳定状态 充足的水分摄入 不仅能帮助人体维持体温调节系统的稳定 也能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平衡 严重缺水会影响人体电解质平衡 而电解质代谢紊乱 可能会影响心血管 神经系统的功能 严重者甚至会昏迷 三 有助于保持皮肤 粘膜的滋润状态 充足的水分 能帮助身体各处皮肤 和粘膜保持湿润 这不仅有助于皮肤粘膜系统 发挥自己免疫屏障的作用 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 水润有弹性的皮肤 除了依靠护肤品外调 更依赖于体内充足的水分供应 水对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水分的丢失 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 要知道 即便没有大量出汗 我们每天通过呼吸 排泄 皮肤蒸发 就能排出1.5至2升水分 因此 我们每天需要补充 2.5升左右的水 除去通过饮食摄入的水分 大约需要喝1.5升至1.7升水 才能确保各项生理功能 正常运转 看起来也就三瓶矿泉水的量 但生活中却有许多朋友都做不到 根据2016年发布的 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数据 我国31个省区市中 仅有6.7%的成人 每天喝水量完全达到推荐量 约25%的成人饮水量 能接近推荐量 其余将近七成 被调查对象的饮水量都不达标 大学生群体的喝水量也堪忧 2021年一项调查发现 武汉大学生中有约80%的人 每天喝水量低于1.5升 多喝水 有这八大好处 如果你认为多喝水 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习惯 那可就失之偏颇了 日常生活中喝够水 不仅能帮助预防多种慢性病 提高免疫力 还能改善情绪 提高认知能力 一 预防肥胖 在进餐前适当喝水 能提高饱腹感 抑制食欲 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 预防肥胖的目的 此外 充足的水分 能提高新陈代谢率 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 二 预防和改善高尿酸 痛风 多喝水 能降低血液内尿酸浓度 预防尿酸结晶在关节 肾脏等区域沉积形成结石 还可以通过频繁排尿 促进尿酸排出 改善痛风和高尿酸症状 建议痛风患者 每天饮水量在二升以上 三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喝够水 尤其是睡前适当喝水 能弥补睡眠期间 因呼吸 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 这样就能帮助降低血液粘稠度 预防血栓形成 从而预防夜间心肌梗死 心脚痛 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四 预防糖尿病病发症 虽然糖尿病人的症状中有多饮 但不能因此就限制饮水量 相反 多饮正是糖尿病患者 体内缺水的表现 水喝够了 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 铜症酸中毒 或者高肾性昏迷等 并发症的发生 五 预防尿路结石的形成 如果您体会过尿路结石的痛苦 就该谨记多喝水 多喝水 不仅能预防尿液浓缩 导致尿路结石 还能利用排尿 冲刷来促进小结石 直径小于0.6厘米 排出 那些久坐不动 又不爱喝水的朋友 为了不被结石痛折磨 从今天开始多喝水吧 六 辅助预防高血脂 如前所述 多喝水有助于减肥 同时多喝水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改善爱喝甜饮料 酒精性饮料的不良习惯 而减肥 不喝甜饮料 酒精饮料这两项 又恰好有助于降低血脂 可见 多喝水 对于预防高血脂 有辅助作用 七 提高免疫力 感冒后我们总会被劝多喝水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多喝水 不仅能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 还能确保体内新陈代谢正常进行 其中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 此外 多喝水提高了鼻腔 口腔粘膜湿润度 能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 八 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 有研究发现 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 缺乏活力 注意力下降 并觉得任务难度增加 也有研究发现 饮水量 受限制时 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 抑郁程度增加 另有一项针对2000人的 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 长期缺水和受试者认知功能衰退有关 看来 不喝快乐水 哪怕只是多喝水都能让我们心情更好 喝水 你真的喝对了吗 有人说既然要多喝水 那就按照每天八杯水的量喝呗 别着急 喝水这件小事 可能还真有人不太会 以下这些小技巧 能帮助我们科学 高效喝水 一 八杯水没错 但要看是什么杯子 如果只记得八杯水 忽略了杯子的容量 拿40万零500毫升的杯子喝 可能会觉得实在喝不下那么多 实际上 八杯水理论 是以一次性纸杯来计算的 一杯约220至230毫升左右 总量不到1.8升 接近1.7升的推荐量 二 口渴前喝水 感到口渴时 人体缺水程度 已经在1%至2%了 建议大家养成随时喝 少量多次的习惯 在口渴前喝水 避免影响健康 三 别迷信饮水机 桶装水 矿泉水 饮水机 桶装水中的水若放置时间太长 又不注意消毒和充分加热 其中滋生的细菌也会危害健康 还不如现烧现喝的白开水 至于矿泉水 的确比纯净水多了一点矿物质 但只要好好吃饭 科学搭配 就可以确保多数矿物质摄入充足 压根不用在意矿泉水中 微乎其微的矿物质 四 多喝水 可以很有趣 很多朋友觉得 多喝水是一件痛苦的事 不仅容易忘 还很无聊 但有朋友通过探索无糖花果茶 自制无糖水果冰饮的方式 爱上了喝水 也有人把起身接水 喝水荡成久坐时 难得的锻炼机会去珍惜 有些年轻人还建立了喝水小组 喝水打卡有奖励 看吧 只要有心 喝水会变得十分有趣 怎么可能喝不够水呢 喝水的五个误区 如果您还有关于喝水的疑问 下面这些喝水误区的解释 或许能给您答案 一 喝水太多 会水中毒 答 是真的 但很难 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喝水量 超过了肾脏代谢能力 导致体液浓度降低 血浆纳离子浓度减少 血液稀释 血浆蛋白质总量 血浆蛋白红细胞笔基减少等问题 通常仅在有肾脏疾病 肝病 冲血性心力衰竭等人群中可见 二 喝碱性水能调节身体酸碱度 答 谣言 正常健康人体 有自己的酸碱平衡调节系统 如果因为喝点碱性水就被调节了 那说明健康出了问题 更何况 碱性水什么的 早在2013年就已经被国家名闻禁止了 三 起床喝杯蜂蜜水 但盐水更好 答 假的 温开水最好 蜂蜜水并不能通便 还额外多摄入糖分 但盐水并不杀菌 还可能升高血压 温开水滋润 无负担 是最佳选择 四 喝运动饮料比喝白开水好 答 不一定 通常不是 运动饮料中 常会添加一些糖分和矿物盐 这对于运动量很大 短时间内出汗多 水分和电解质丢失 都比较严重的人来说 是有必要的 但对一般人 如果运动量没有那么大 就没必要喝运动饮料 不仅贵 还增加热量摄入 五 饭前喝水稀释胃液 影响消化 答 分人 没胃病的人饭前喝水 不仅不影响消化 反而滋润胃肠道 且有助于减肥 利大于弊 但如果已经有胃溃疡 胃食管返流等疾病 就不要饭前喝水 以免增加胃肠道负担 或加重症状 早上空腹喝水 比不吃早饭 危害还大吗 网传 网传由于早上 需要阳气运行气血 空腹喝水 克火一阳 反而会使得体质下降 时间长了 会有记忆力减退 精神困乏 胸闷气短等不良后果 甚至会导致女性攻寒 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 在中医看来 水对气血的运行 确实很重要 但适时适量喝水 并不会影响气血运行 只要晨起不是空腹喝凉水 就不存在空腹喝水 克火一阳一说 还有一种说法 是晨起不刷牙 就喝水 会把细菌喝到肚子里 但我们口腔本身就是 有菌环境 大约有700多种细菌 这当中还有不少有益菌 一般情况下 口腔的细菌总量 会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经过睡眠后细菌 会集中在牙齿表面 形成牙菌斑 但仅靠喝水的冲刷摩擦力 很难将细菌冲掉 就算真的有部分细菌 进到了胃里 也还有胃酸 会把它消灭掉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 健康成人晨起 可以空腹喝一杯温水 以补充身体损失水分 增加血容量 晨起空腹喝水 能改善夜间脱水 促进肠胃蠕动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好处很多 其实相比空腹喝水 不吃早餐危害更大 发表在 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不吃早餐会增加高血压 心脏病 肥胖症 糖尿病 胆固醇升高 代谢综合征等多种风险 甚至还可能造成死亡 因此早餐一定要吃 水该喝也要喝 咱们生活中总有些小习惯 有的不起眼 有的呢 还挺让人好奇的 就像我今天要讲的这位六十岁的大叔 他有个独特的喝水习惯 每次都要在水里放几粒花椒 你说这不是怪事吗 喝水就喝水呗 还放花椒 这不 大叔就这么坚持了一年 结果去医院一查 医生都惊呆了 直接问 您天天喝的啥呀 先别急着笑 这背后可藏着不少健康小知识呢 咱们一起来探探究竟 看看这花椒水里到底有啥奥秘 花椒水里的玄机 咱们中国人 吃东西讲究各位 而这花椒 可是调味的好手 但你知道吗 花椒不仅仅是让菜更香 它还有不少要用价值呢 在古代 花椒就被用作驱寒 暖胃的好东西 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 花椒里含有一些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比如挥发油 生物碱等 这些成分具有抗炎 抗氧化的作用 对心血管健康 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话又说回来 这花椒水虽然好 但也不是随便喝的 咱们得讲究个适量 毕竟任何东西过了头都不好 就像大叔这样 天天喝 喝了一年 医生都好奇了 这身体到底咋样了 大叔的花椒水实验 咱们接着说这大叔 他平时身体还算硬朗 但有个小毛病 就是胃寒 吃点凉的就容易不舒服 后来呢 他听人说花椒水能暖胃 就试着每天喝水时 放几粒花椒 你别说 这一喝还真有点效果 胃里暖暖的 挺舒服 就这么着 大叔坚持了一年 这一年里 他也没别的什么特别改变 就是每天雷打不动地喝花椒水 结果呢 到医院一检查 各项指标还挺正常 特别是原来有点偏高的血脂 竟然也降下来了 医生一看这结果 也是挺惊讶 就问了大叔 您这天天喝得啥呀 怎么效果这么好 大叔呢 也是乐呵呵地 把他的花椒水秘方告诉了医生 花椒水的科学解读 别光顾着听故事 这背后的科学道理 也得搞搞清楚 为啥大叔喝了花椒水 身体会有改善呢 花椒里的挥发油成分 能刺激咱们的味蕾 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 这样一来呢 就能帮助消化 缓解胃寒的症状 花椒还有一定的抗炎作用 对于胃肠道的一些小炎症 也能起到缓解作用 有研究表明 花椒中的某些化合物 具有抗炎活性 能够减轻胃肠道的炎症反应 从而改善胃肠道的健康状况 研究还发现 花椒里的某些成分 能降低血脂 血压 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好处 这可不是大叔 一个人喝出来的效果 是有科学研究的哦 一些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表明 花椒提取物 能够显著降低血脂水平 包括总胆固醇 甘油酸脂和低密度脂蛋白等 同时还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 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 咱们也得注意 花椒水虽然好 但不是万能的 它对于一些轻微的胃寒 消化不良 确实有帮助 但要是遇到严重的胃病 还是得及时就医 别指望花椒水能治病 花椒水的正确喝法 说到这 估计有人也想试试这花椒水了 但记住 好东西也得会喝才行 这花椒水 不是随便泡泡就能喝的 花椒得选好 咱们要买那种干燥 无杂质 香味浓郁的花椒 泡水的时候 也别放太多 一般一次放五杠十粒就够了 泡的时间呢 也别太长 十分钟左右就行 不然花椒的腊味太重 喝起来也不舒服 这花椒水 最好是饭后喝 为啥呢 因为饭后喝能帮助消化 还能缓解胃里的油腻感 要是空腹喝 可能会刺激胃粘膜 反而不舒服 特别是那些有胃溃疡 或者胃炎等胃部疾病的人 更要注意不要空腹喝花椒水 我得提醒一句 这花椒水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的 像那些容易上火 口腔溃疡的人 最好还是少喝或者不喝 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花椒水的意外收获 别光顾着说花椒水的好处 这大叔喝花椒水 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大叔平时还有个毛病 就是晚上容易失眠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